台东县议会今天进行宪政总质询议程 县议员林参天针对焚化炉等议题 对县政府进行质询 议员表示关于焚化炉带销垃圾 需要透明公开有机制的管理 才可以让民众安心 台东县议会定期会今天进行宪政总质询 议员林参天针对焚化炉等相关议题 对县府进行质询 当时焚化炉的政策 是你很称可在台东县议会做宪政报告 说13个掩埋厂把它活化作为公园 然后在民生的垃圾来燃烧 这是台东的启动混化炉的一个高度的一个政策跟声明 OK 贾埃时日因为有时代时空环境的变迁 我们牵切高雄跟屏东 确实有一些灰燥的问题要解决 我们过去他们烧 对这个我都可以体谅 这个我都可以包容 但你要应该要大大欢欢拿到台东县议会 甚至于陈系委员来讨论之后 我们用民主的方式 共同协议协商来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这是我对你的要求 是 谢谢议员支持 谢谢 在种种一年船的黑暗的分化下的政策里面 你没有跟台东人说清楚 请问他的东西进来是在哪里做检测 做检验 有没有做检查 有没有 检验垃圾吗 检验垃圾来的是家用垃圾还是工业垃圾还是一般医疗 就是台东人得到费性癌已经尊炎在身 肺癌本来就是全国最高啊 好啦好啦好啦 我跟你说 就是你要注意说空污啦 这意思灵管是这样啦 请教 高雄烈烈了 行之后人情节 还没要到 没有啦 到没了嘛 对 要穿人情节 行之后 对 你的掌权的台东县的大甲县县长 你还会不会引进像乳 陈乳 南土 那这些奇奇怪怪的县市的垃圾进来 你会不会把它阻挡掉 我们有顺序耶 什么顺序 就是先烧台东县的垃圾 对啦 我说都全部烧完了 人情节 感情节都行料了啦 焚化炉没有在烧感情在的啦 怎么不会呢 黄野高雄不是一种感情的一个释放吗 你要跟我谈感情吗 我跟陈其迈没有 我们就公事 就公事 我是说啊 你不要丢人家啦 你跟陈其迈 陈其迈对你很好的 对对 陈市长 你们也结盟了 公开骂骂 私底下跟他会社会 我都可以接受啦 但是你会了解喔 高雄对台东是很保重 他也会赞兴给我们台东收费的事 我任参天也公开说 我反映我们台东的文化路 和高雄的东西 我们可以分担这些社会的职员 但是一定要透明公开有一个机制在管理啦 你的管理委员会到底是谁 你每个月或是三个月要来做一个报告 跟大会报告或是跟议会报告 或是跟县府的团队报告 让人民安心 我们的文化路是健康的 我们文化路是有管控的 我在这里再问我们姚县长 还剩下两年 高雄垃圾烧完之后 你还会不会同意外线市进来烧 来 请回答 我们 说要不要这样就好了 本县的垃圾烧完 如果还有余裕空间 就可以烧外线市的垃圾 特别是说你还要让外线市进来嘛 这样你当时说的不是你说 所以说我不要说你对政策的隐瞒 你看看你是不是又断上取一 我前面都会说 台东县境内垃圾烧完之后 我们有余裕空间就烧外线市的 医院表示关于本化炉带烧垃圾 需要透明公开有机制的管理 才能够让民众安心 解诚要如台东市报道